2024年9月3日 大脚新人理事会 9月能量和2024年最后三分之一 传导丹尼尔斯科兰顿 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一直在与你们的指导灵 你们的高我 你们的超灵 以及来自我们这个宇宙的许多高频集体和理事会合作 以确定此时什么最能服务于人类 2024年9月将会有许多能量的贡献者 我们所有人将为你们带来的能量 将是你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这些能量旨在帮助你们始终将振动 保持在尽可能高的频率范围内 这些能量将邀请你们进入第四维度的上层 它们也将推动你们跨越第五维度的门间 你们中的一些人将在那里停留比以前更长的时间 你们必须认识到现在是你们加强并保持那些更高频率的状态的时候了 当你们在大自然中 在冥想中 在你们所爱的人面前或在你们非常亲爱的人的怀抱中时 你们有时会达到这种状态 那些较高频率的存在状态应该由你们来维持 因为它们就是你们 你们最终是召唤你们自己扬生的人 而我们和其他像我们一样的人正在扮演帮助者的角色 并提醒你们 你们真正之所事以及你们要去哪里 你们正在回归完整的自我 在这个过程中 你们正在回归迎合自我 更高的自我 超灵的自我 这是一个有很多步骤的旅程 你们在九月和整个九月将采取的步骤将是巨大的 你们现在正进入今年的最后三分之一 你们将2025年是为人类非常关键的一年是正确的 你们将继续更强烈地感受到什么能产生共鸣 什么不能产生共鸣 并且你们将有能力维持自己内在的更高频率 因为你们得到了帮助 因为你们决心以你们想要的方式去感受感觉 并且因为你们决心将你们的意识转移到第五维度范围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你们会一步一步地到达那里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 但有时你们决定向前迈出更大的一步 并且知道就是这样的时刻之一 我们也确定你们已准备好采取如此巨大的步骤 我们咨询过的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 你们中接收到这条讯息的人是觉醒的集体 你们将继续成为这个上升 震动和频率提升的领导者 我们将继续鼓励你们 推动你们并在一切事情上支持你们 他支持你们作为你们本来就应该存在于地球上的存在而生活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4年9月3日 大天使萨基尔 以当下为忠心 传导Lindle Orbison 译者 扬声传导 问候 亲爱的姨们 我们是大天使萨基尔和紫水晶夫人 我们用爱向你们致意 今天 我们希望讨论 以当下为忠心 你们正在你们的扬声道路上快速进步 当你们推进你们的使命时 你们将继续融入充满活力的变化 以当下为忠心可以让你们专注于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它可以让你们排除外部噪音并专注于你们的优先事项 因为能量的转变正在进行中 所以专注于当下就显得更加重要 每次发生能量转变时 你们自己的能量常都会调整 以融入新的更高频率的能量 你们正在释放较低的频率并和并较高的频率 这可能会影响目前对你们来说重要的事情 更高频率的能量邀请你们从一个新的更高的角度看待情况 昨天吸引你们的东西今天可能不再吸引你们 你们以前被吸引的东西可能不再适合你们或不适合你们 或者当你们获得新的见解时 你们可能会渴望完善你们的使命 你们已经进入了更高的层次 你们被邀请去探索新的可能性 当你们专注于当下时 你们可以更轻松地试别正在向你们展示的内容 你们可以辨别当时什么与你们产生共鸣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你们可以决定保留哪些概念以及发布哪些概念 你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更高的视角 你们会认清自己在道路上的位置 由于能量转变正在进行中 因此保持专注于当下就更加重要 新的见解可能很微妙 也可能更深刻 当你们专注于当下时 你们可以确定什么与你们的能量常产生共鸣 你们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连续进行多次轮班 或者轮班间隔可能会更远 重要的一点是对你们所看到的 以及你们所强烈感受到的保持开放的态度 这种意识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参与了一项已成为你们道路一部分的活动 并且你们感觉到它与你们产生共鸣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它可能会更强 也可能会减弱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你们可能会希望转向内在的指导 以获得更多的洞察力 如果共振的这种变化持续下去 这可能是一个信号 表示你们处于一个新的水平 当你们专注于当下时 对你们的目标和活动的洞察力会更容易 如果你们正在思考昨天发生的事情或明天要做什么 这可能会干扰你们的感知 专注于当下有助于保持你们的能量通道畅通 为了促进此过程 你们可以采取几个步骤 整天停下来专注于呼吸 让你们的意识集中在当下 然后你们可以问自己 你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觉如何 你们可以确定一切是否都感觉精力充沛 然后你们就会知道是否继续或进行任何调整 你们可能希望定期留出一些时间向内审视自己的使命和目标 当你们专注于每个部分时 你们就会知道它是否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并且仍然合适 然后你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你们越专注于当下 你们就越容易在你们的道路上前进 亲爱的医们 我们很高兴你们专注于当下 知晓你们被深深地爱着 我们是大天使萨基尔和紫水晶夫人 我们用爱包围着你们 就是这样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